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纯 一个能瞬间有A变异的漂亮妹妹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无法一起学习的第二季 又名我们真的学不来 第一季在今年4月份播出之后 热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评分也是很高 但其实从制作和剧情上来看 很多观众认为是有点垮掉了 关于男主的人物表现方面 其实有点不太明显 而且剧情上也显得是有点空洞 其实当时看到10月新翻有第二季的时候 阿婆还是有点意外的 本来是抱着好奇心打开的 没想到第二季却给了我一些惊喜 感觉在新一季的剧情展开和人物表现上 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废话不多说 还是要多说一句废话 介于有没看过第一季的小伙伴 所以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剧中的人物 男主虽然家境不行 但学习还行 为了赢得减免大学学费的VIP 推荐名额 意外的成为了三位同校生的布克老师 并且还同时和几个女生 关系都不错 看看 同样是男孩子 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 人家光爱背对象就好几个 而你却一个可以联系的异性都没有 但男主的补课之路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旭芳李珠 一位执着于考取文科大学的理科天才 古桥文乃则恰恰相反 明明是文科天才 却偏要考取理科大学 五元润香倒是不偏科 除了体育 文化科都平均的不太行 模拟考试出来之后 旭芳先去拿了自己的成绩 打开之后真的是一脸懵逼啊 之后就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把自己变异的事情告诉了朋友 但朋友们听过之后 却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那该是什么尺码的呀 尺码 诶等等 你们说的是衣服的尺码吗 我说的是分数 不是大小 有情体是 如果有刚上车的乘客 请您系好安全带 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之后 旭芳又找到男主帮自己补课 男主听旭芳说 这次成绩考得不太理想 就想着委婉的安慰一下他 那个 你现在是E还是D呀 你是眼睛瞎了吗 我这明明就是G呀 我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不过我没经过大的 所以觉得还好 现在我们再想一下 剧名叫什么来着 我们无法一起学习 经过一番苦学之后 男主打算去泡个澡 放松一下 然后发现 喜悦竟然搞错了门帘 这是什么神仙福利啊 小妹妹 嗯 你要搓背吗 不过最后 男主还是掩护女生们 离开了浴室 第二天 男主被要求和学姐 小美浪去做兼职 上门打扫卫生 好巧不巧 第一家 竟然是自己的老师家 嗯 老师确实是天 老师看到来打扫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学生 二话不说 就把男主拽进屋子了 翻具体干嘛了 这个就不清楚了 反正 重新见到男主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 之后 两人就去了第二家 结果却是五元家 打扫 哦 我确实叫了家政服务 但是我想要你们来看我打扫的 说着 五元就开始是一顿狂扫 顺道着连饭都会做了 快看 妹妹我厉不厉害 小美浪 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 遭遇到了滑铁卢 明明自己才是打扫卫生的那个呀 怎么能只收钱不干活呢 第三家 我一定要拿下 小美浪学姐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了 她表示自己今天就算不打扫卫生 也要给你做饭 闻奶一听 既然你执意如此 好 您好 您的餐到了 学弟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冒犯到了 我告诉你们 我小美浪 今天就是饿死 也不会再吃你们一口饭 真香 其实学不来的不单单是同学 老师你也学不来 现在那些在弹幕里高呼老师是天的同学 难道你已经忘记大明湖畔的三九了吗 老师的性格很冒失 极其不擅长家务 甚至说是废柴 监考的时候会忍不住睡过去 要是会被伪装成U盘 放进USB收纳包里 但这些并不是关键 关键你们就是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旭芳的意已经不香了吗 这天旭芳打算修剪一下自己的刘海 结果却不小心剪坏了 更不幸的是 在路上还碰到了男主 男主热情的和旭芳打着招呼 但旭芳却表示 我不能露脸 我要过十万订阅才能露 之后的补习当中 旭芳带了一个大头娃娃的头套 来遮挡自己的刘海 这里我要赌五毛钱的 你只要不剃光头 男人是不会看出你的变化的 文乃实在是看不过去 就摘掉了旭芳的头套 啊不要文乃不要 难道男人出了大小 就看不出来别的吗 相信看过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这部后宫番里都会有百合的味道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 关城沙盒子又考了个100分 然后就被同学们排挤了 其实这个被排挤的原因 我是不太理解的 毕竟当年我为了抄好学生的作业 可以说是卑微到了尘埃 然后就在沙盒子感觉到自己孤独无助的时候 旭芳出现了 旭芳和自己性格相反 她完全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沙盒子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这次因为旭芳要买铅笔盒 沙盒子才得了和旭芳单独相处的机会 甚至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 沙盒子按照自己先前列的行程表 一步步的实行着 计划本来很完美 但卖盒途中遇到了男主 于是沙盒子就忍痛割爱 决定让男主陪旭芳去挑笔盒 自己一个人离开了 我现在有点想占沙盒子了 怎么办 不过大家不要忘了 男主可是一个钢铁直男 他根本就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所以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 很快就找到了沙盒子 男主拿出了沙盒子半夜发的十几条朋友圈 啊好期待明天的约会啊 哎呀兴奋的睡不着 都凌晨一点了是不是该出门了呢 凌晨三点了 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了呢 不过男主也算是沙盒子的聊机了 在男主的逼问之下 沙盒子说出了自己喜欢续芳的原因 但这一切恰好被赶来的续芳听到 续芳虽然对感情的事情不太开窍 但至少知道了沙盒子刚刚不是因为讨厌自己才跑掉了 于是续芳再次邀请沙盒子陪自己去买笔盒 沙盒子一听有点兴奋 然后左脚半右脚一把就抓住了续芳 好了今天的画面就让它定格在这美好的时刻吧 喜欢的朋友自行去追翻吧 片名我们无法一起学习 真的不要再追问这个问题了 爱你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淳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一定要点赞加订阅哦 爱你们